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862年 几位英国人行色匆匆 正赶往巴伐利亚 队伍中为首的人身形消瘦 略有些驼背 眼窝深陷 颧骨偏高 它就是当时的古生物学权威欧文 欧文有一项很著名的成就 那就是将恐龙从众多动物中区分出来并为它命名 但同时 它的学术成就又饱受争议 有侵占他人学术成果的嫌疑 正因此 当时曾有人这样评价它 一个如此有才华的人竟然如此卑鄙和嫉妒 真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那么 欧文这次来到巴伐利亚是要做什么呢 欧文当时正担任大英博物馆自然历史部负责人 为博物馆收集古生物化石是他的重要工作 而他对古生物学的精通和他不择手段的性格 似乎在这份工作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这一次 他申请了高额预算来到这里 也是要来购买一块奇特的化石 学者们对这块化石也有所耳闻 化石来自一位名叫哈伯伦的医生 当地有博物馆也曾试图收购 但协商没有成功 这时候 欧文来了 当地的诸多学者不由地紧张了起来 他们开始奔走集资 希望能抢在欧文之前 买下这块化石 那么 这到底是一块什么样的化石 竟引得应得两方都来竞争呢 这块奇特的化石 只有很少的人见过 据见过它的人描述 化石是一只披着羽毛的动物 但具体说这是什么动物 很难说得清楚 因为它的上肢带有羽毛 看上去像长着两个翅膀 好像是一种鸟 但是它的骨骼却又很像爬行动物 因为它有一根长长的尾巴 面对这种非常奇特的化石 有学者认为 它产出的地层年代久远 很可能就是这世界上最早的鸟 所以形态原始 也有的学者认为 它看着不像是真实世界存在的动物 有可能是不同的动物骨骼掩埋在了一起 最后变成了化石 所以价值不大 但是化石的主人哈伯伦医生 则对它的价值深信不疑 哈伯伦不是古生物学家 但在化石方面称得上是见多识广 它个人收藏有1700多件化石 包括了23件爬行动物 294件鱼类 1119件无脊椎动物 还有145种植物等等 它对这件化石非常自信 向外放出了这样一条信息 如果有人想要从它的手中 去购买这块化石 必须把它其他的1700多块化石 一并打包 它才愿意出售 这块化石真的是价值连城吗 它又是如何落到这位医生的手中的呢 当时的巴伐利亚 有一个名叫索伦霍芬的小镇 那里盛产一种纹理细密的石灰岩 多年来 居民们都以开采石灰岩为生 1861年的一天 一片片米黄色的盐面旁边 工人们正叮叮当当地敲打着 采石场上空 弥漫着细腻的粉尘 工人们的衣袖和裤腿上 也白花花地沾满了尘土 一位工人一郎头砸向盐面 又一片烟尘扬起 其他工人们都被呛到了 咳嗽声从四处传来 工人们一边咳 一边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眉头不自觉地皱紧了起来 采石场烟尘很多 咳嗽对于采石工人们来说 应该是比较平常的 这里的工人们为何如此紧张呢 原来当时的欧洲正流行着一种 被称为白色瘟疫的病症 染上了便咳嗽不止 日渐虚弱 而且这种病很难治愈 病人在备受折磨之后 通常会直接走向死亡 因此 采石工人们也开始对自己的咳嗽 紧张起来 这时 其中的一位工人 想起亲朋好友 被白色瘟疫折磨的惨状 纠结再三 做了一个决定 他要找一位医生去看病 索伦霍芬采石厂的工人们 有着独一无二的资源 那是什么呢 就是一种带有动物骨架的石板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看到的 就是出产于索伦霍芬的石板 其实这就是一块标准的化石 索伦霍芬小镇的石灰岩 主要用于艺术品雕刻 以及石板印刷 需要工人手工开采 在开采的过程当中 这些工人就发现 有的时候 这石板上会带有一些 动物的骨骼痕迹 有的看起来像鱼 有的看起来像是蜥蜴 但更多的时候 他们也分辨不出来 这到底是什么动物 而这些带有动物骨架的石板 很快就会吸引一些博物馆 以及收藏家前来购买 于是采石厂的工人也好 老板也好 只要是发现了 带有化石的这种石板 便会立刻收藏起来 代价而沽 等到有意愿购买的人 上门的时候 他们才会将其拿出展示 所以这位身受疾病困扰的工人 就表示 他可以拿出一些石板 作为报酬 来换取医生上门看病的机会 果然 很快 一位名叫哈伯伦的医生就表示 他愿意为这些石板 撤杀起来 莫伦的优化 把它抗留下 给呢 给他 带 揣 那个 你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此来增加化石的神秘感 哈伯伦的这一番营销手段很有效果 不久之后 一位颇有实力的购买者出现了 那就是大英博物馆的欧文 欧文一见到这块古怪的化石 立刻表现出了强烈的性质 这似乎也让哈伯伦更加确信 这块化石绝对可以卖出一个天价 于是他直接开价750英镑 750英镑绝对是一大笔钱了 当时英国小康家庭的年收入 平均是在150到200英镑左右 750英镑就相当于是 一个家庭工作三四年的收入了 如果换成现在的货币 则相当于约7万英镑 折合成人民币大概是在60多万 那么这个价钱欧文会接受吗 面对哈伯伦的高价 大英博物馆的董事会有些为难 他们的预算只有500英镑 相差近三分之一 远达不到哈伯伦的预期 而欧文不知是性格执着 还是对这块化石太过关注 他下定决心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它买到 并开始秘密地和哈伯伦进行谈判 同时学者们也在筹钱买化石 但筹钱的过程也是颇为坎坷 一些专家学者认为 这块化石价值并不大 直接导致当地想要出资的贵族 企业家都纷纷退却了 但是自己筹钱筹不到 竞争对手欧文的谈判 却在持续进行中 这可如何是好呢 学者们无奈之下 便找到了议会 希望议会可以下达禁止令 禁止本地化石外流 议会很顺利地便通过了该法案 禁止令颁发不日生效 学者们也长输了一口气 可是事情却并没有向他们 期待的方向发展 在当时 当局已经宣布禁止本国化石流出境外 但是 欧文却表示 在这个法令生效之前 他已经与哈伯伦签订了购买协议 哈伯伦应当履约 将这块化石交付大英博物馆 但是 博物馆的预算只有500英镑 哈伯伦的要求一直是750英镑 那么欧文是怎么跟他签订合同的呢 他是说服了哈伯伦 同意以500英镑成交 还是大英博物馆增加了预算呢 其实都没有 是欧文为了争夺这块化石 瞒着博物馆私自提高了预算 最终是以700英镑的价格 和哈伯伦达成了协议 当然 除了这块化石之外 欧文也获得了哈伯伦曾经许诺的 其他1700多件化石藏品 就这样 一场化石交易总算落下了帷幕 化石被装进了结实的板条箱 空隙里填满了稻草 在层层保护之下 于1862年10月1日 抵达了大英博物馆 这就是那块奇特的化石 它的骨架清晰可见 身体较短 双臂上富有羽毛 符合鸟类的特征 但它又有一根长尾巴 有多枚尾锥组成 符合爬行动物的特征 唯一比较遗憾的就是 它的头骨遗失了 专家们很难推测 它头部的样子 但也有一个惊喜 在化石的上半部分 骨架之外 还有一根羽毛的印痕 就好像是这个动物的羽毛 掉落了下来 和骨架埋藏在了一起 什么动物拥有羽毛呢 专家们首先想到的是鸟类 在当时 鸟类被认为 是唯一拥有羽毛的动物 而这只鸟在来到英国之前 已经有了名字 它的名字就是 十足鸟 原来 早在1860年 索伦霍芬采制厂的工人们 就发现了一块羽毛化石 古生物学家赫尔曼冯麦耶 对它进行了研究 这根羽毛具有羽轴 两侧还有不对称的羽片 和现代鸟类的羽毛非常相似 而化石产出的地层 距今约1.5亿年 相当古老 因此 它为这根羽毛的主人 取名为十足鸟 但十足鸟到底长什么样 赫尔曼冯麦耶并不知道 而欧文带回英国的这块化石 则是当时的专家们所见到的第一块 十足鸟骨架化石 它们已经可以通过骨架 推测十足鸟的样子了 十足鸟也成为了当时世界上第一只鸟 而这一标本 也被称为十足鸟伦敦标本 大英博物馆也对这块化石 感到非常的骄傲 英国古生物学家们 则充满了期待 都希望能够近距离 认真地研究一下 这颗化石标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对不能够让达尔文和赫须离看到 《物种起源》出版后 也引起了进化论支持者和教会的论战 面对教会的质疑 进化论支持者们也一直在寻找物种演化的证据 比如尽可能古老的生物 或者处于演化中间状态的生物 这时十足鸟出现了 它不仅具有爬行动物的特征 还具有鸟类的特征 被进化论支持者们认为 是爬行动物和鸟类之间的过渡类型 也是对进化论的有利证明 于是当时的十足鸟 不仅作为一个奇特的化石 引得各大博物馆争相收藏 也成为了进化论论战双方的兵家必争之地 进化论支持者们渴望得到它 用来验证进化论 进化论的反对者们也希望得到它 好把主动权握在自己的手中 欧文正是为了能亲自研究十足鸟 以判断它能否支持进化论 才不惜一切代价要将它带回英国 而当时也有很多专家学者并不接受进化论 他们不知道英国人欧文把十足鸟带回去 会不会落入进化论支持者的手中 于是便也极力要将十足鸟留下 这才造就了如此激烈的争夺 1861年 一块奇特的化石 引起了专家学者们的关注 化石里的动物双臂上富有羽毛 像一只鸟 但又有一根长长的尾巴 像一种爬行动物 它就是十足鸟 十足鸟的形态 像是爬行动物到鸟类的一种过渡 也是进化论者一直在寻找的缺失环节 于是 以时间引得应得两方争相收藏 最终 英国古生物学家欧文 代表大英博物馆 高价竞争到了十足鸟 并准备亲自研究 但它本人却并不支持进化论 那么 欧文对十足鸟的研究 会得出什么结论呢 在仔细观察了这块化石之后 欧文陷入到了两难境地当中 或者说陷入到了自己与自己的斗争过程当中 从化石的特征来看 这个神奇的动物的确表现出了两个物种的特征 这应该就是在演化过程当中的一个过渡类型 但是从他个人信仰而言 他相信这世间万物都是由神创造的 达尔文提出的物种演化那是不可能的 以往欧文遇到类似的情况 他一般都会说 这是上帝遗留下来的漏洞 来考验我们是否足够聪明 那么这一次欧文又将做出怎样的判断呢 1863年 在伦敦皇家学会的一次会议上 欧文公布了他对十足鸟的研究 不知道是不是有意的 他把十足鸟总结为 不过是一粒已知 最早的完全成型的鸟类 并不是什么演化的证据 或者是过渡类型 可如果十足鸟不是过渡类型的话 为什么它会具有爬行动物的特征呢 欧文则表示 这些就是一种偶然 贺须黎也在现场听完了整个演讲 他对欧文的说法自然是不认同的 但是现场的大多数学者都没有提出异议 于是贺须黎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 找到证据来驳斥欧文 贺须黎有着进化论斗士之称 他很快便把十足鸟的骨骼 和鸟类爬行动物进行了对比 并确认了它们之间 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不仅如此他还发现 欧文竟然弄错了十足鸟化石的姿态 把正面认成了背面 这一发现给了欧文致命一击 欧文的判断 似乎一下子失去了公信力 而十足鸟也开始被更多人认为 是进化论缺失的缓解 达尔文此后也对物种起源进行了修订 把十足鸟写进了书中 他说 十足鸟最终有着类似蜥蜴的肠尾 每个关节都长着羽毛 并且翅膀长着两个自由爪子的奇怪的鸟 它也是驳斥整个生物群突然出现的有力证据 但是对进化论和十足鸟的质疑却没有停止 直到另一块化石的出现 十几年后在十足鸟伦敦标本发现地点已东约三十千米 一个采石场当中又发现了一块十足鸟的化石 这块化石当中的个体比较小 保存的却相对完整 和伦敦标本相比 它的头骨被保留下来了 人们也得以第一次了解到了十足鸟的头部构造 通过对化石结构的分析 人们发现十足鸟并没有形成现代鸟类的慧 而是长了一张爬行动物的嘴巴 里面还布满了尖尖的牙齿 这样一来一半鸟类一半爬行动物的特征就更加明显了 相关的学者听说了这个消息之后 急忙打听化石的下落 决定一定要好好收藏这块 可是当听到化石的主人是谁的时候 他们惊呆了 没想到这块化石又落到了哈伯伦家族的手中 原来第三块十足鸟化石刚刚出现的时候 曾经赚了大英博物馆一笔的哈伯伦家族 就再次嗅到了商机 哈伯伦医生的儿子 抢先从彩石厂老板那里 用140马克买到了这块化石 他们准备故技重施 再从古生物界赚上一笔 而学者们这次也绝对不愿意再让十足鸟流失到国外了 十足鸟化石的价格谈判又一次开始了 小哈伯伦丝毫不准备客气 他在购入价上翻了好几番 要价36000马克 当时的马克是一种金本位的货币 一马克大约相当于0.3584克黄金 照这个标准来计算的话 小哈伯伦的要价相当于约12.9000克黄金 在今天价值700多万人民币 德国没有一家科研机构后个人能出得起这么多钱 根本无法成交 漫天要价就地还钱 眼看着对方出不起价钱 没办法 小哈伯伦呢 也只好把自己的要求往下降一降了 从36000马克降到了26000马克 但是这些德国的学者们 依旧拿不出这么多钱 这个时候美国的一名古生物学家 马克得到了消息 竟然开始筹措资金 也想来得到这块化石标本 这一下子学者们急坏了 虽说德国早就颁布了法令 禁止化石出口 可是人家小哈伯伦 出售化石的目的就是为了钱呢 谁能保证他不会因此铤而走险 难道这一次自己国家的化石 又要被别人抢走了吗 幸好在最后关头 德国的工业家西门子决定出手 以2万马克的价格买下了这块化石 将它捐赠给了如今的柏林自然模物馆 这样 这块石足鸟的化石才留在了它的出产地 这就是著名的石足鸟柏林标本 这是一块相对完整的石足鸟化石 终于让更多的人接受了 这世界上还有一种长着长尾巴和尖牙的鸟 因此石足鸟是世界上第一只鸟的观点 在当时就得到了更多的支持 石足鸟化石的发现 使德国小镇索伦霍芬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那么索伦霍芬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 为什么能产出如此多的石足鸟化石呢 我们邀请国家自然博物馆求瑞博士 为我们还原石足鸟化石的形成过程 在1.5亿年前的德国 当时是一片浅海 这片海由于生长了珊瑚礁和沙丘等的分割 形成了大大小小几十个大小不一的细湖 石足鸟就生活在这些细湖边上 它们可能在树丛之间跳跃 或者到前海的湖边上来寻找食物 在这个过程中 它可能从树上掉落 就会掉入湖底深深的淤泥之中 这些淤泥能很快隔绝氧气 使它们的软体组织不至于腐烂 而这些细腻的泥沙 它更能够将化石中的细微结构保存下来 就这样 这些石足鸟静静地躺在湖底 变为了化石 然后又穿越上亿年 来到了我们的面前 石足鸟的出现 似乎在向学界证明 鸟类和原始爬行动物之间的关系 当然进化论的支持者们 也在寻找更多的化石证据 他们还想知道 如果石足鸟真的是世界上的第一只鸟 那么它的祖先又是如何在经历了自然选择之后 才演化出的飞行能力呢 正在这时 赫须黎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1868年 赫须黎去参加了一场圣诞晚宴 在品尝火鸡的时候 赫须黎盯着盘子当中吃剩下的骨骼陷入了沉思 这些骨骼的结构看上去好像非常熟悉啊 在哪儿见过呢 突然间他想起来了 这些骨骼和他研究过的恐龙化石非常相似 于是一个大胆的假设就在这场宴会当中诞生了 鸟类会不会是由恐龙 演化而来的呢 有了这个猜想之后 赫须黎也进行了小心的论证 他对兽脚类恐龙中的巨齿龙的后腿 与鸟类的后腿进行了仔细对比 发现它们的腿部竟然有35个相似之处 于是赫须黎对外公布了他的惊人假说 鸟类很可能是由恐龙演化而来的 这一假说刚一发表就遭到诸多学者的反对 它们认为这35个相似之处的存在并不稀奇 巨齿龙和鸟类都是两族行走的动物 又生活在同一时代 它们的后肢有着相似的结构特征 这很正常 至此 一场关于鸟类起源的争论也正式展开 被世界各国科学家不断研究推动 1913年人们在南非发现了一种小型爬行动物 派克厄的化石 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较原始的生物 那么随着它的发现 一种关于鸟类起源的新思路出现了 南非的古生物学家布鲁姆认为 派克厄可能是鸟和恐龙的共同祖先 鸟有可能是起源于草齿类动物 那么派克厄长什么样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复原图 它们生活在距今约2.45亿年前的三叠纪时期 要比恐龙早早地登场 那么就是这样的一类生物 它会是鸟类的祖先吗 1926年 丹麦古生物学家海尔曼 出版了一部 阐述鸟类进化问题的经典著作 《鸟类起源》 在书中 海尔曼有力地支持了鸟类起源于草齿类动物的假说 那么海尔曼的依据是什么呢 他为什么提出这个假说呢 因为他发现现在鸟类一种特殊的骨骼 叫做插骨 插骨其实是左右两块锁骨 愈合在一起形成的 但是在很多恐龙化石中 海尔曼都没有发现锁骨的存在 因此他认为既然锁骨已经退化了 那就不可能在演化中再出现了 所以恐龙跟鸟类并不相关 那为什么恐龙与鸟类这么多骨骼结构相似呢 海尔曼就说了 这是因为恐龙与鸟类 它们是兄弟 它们起源于共同的祖先 就是草齿类 在当时鸟类的曹齿类起源假说 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 虽然也存在曹齿类分类过于杂乱等问题 但这一学说依然在此后的半个世纪内 占据相对主流的位置 直到1972年 又一种新学说出现了 沃克是英国的一位比较解剖学家 他对于古老的爬行生物很有研究 1972年 他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 提出了鸟类与原始的 早期的像鳄鱼一样的那种生物关系较劲 他的这一理论一经提出 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 1983年 沃克因心脏病提前退休了 他就在自己的家中继续进行相关的研究 他整天置身于各种早期爬行动物 以及鸟类的化石当中 不过呢 他的研究却越来越让自己困惑了 1985年 沃克突然发表论文说 以前他提出的那种理论 鸟类起源于原始恶类的说法 好像缺少了一些证据 这种假说难以维持了 科学研究的过程大多如此 前人提出了一个理论 后人要不断地去证实它的存在 那么这一回是自己推翻了自己原本的理论 到底哪一种爬行动物才是鸟类的祖先 一百多年来各种假说相继提出也争论不断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知道一种假说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呢 其实无论鸟类起源于恐龙假说 起源于草齿类或者起源于恶类 我们想要证明这个假说成立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发现过度生物的化石 比如说我们想要证明鸟类起源于恐龙 我们就需要在一种确凿无疑被归入恐龙的动物身上 我们要发现那些毒属于鸟类的特征 如果我们能够发现这样的化石 我们就能够证明鸟类起源于恐龙 其实在十足鸟化石被发现后的一百多年里 古生物学家们一直在寻找 能将鸟类祖先范围缩小的过度生物 可是几乎一无所获 很多人甚至开始怀疑 这样奇特的生物会不会根本就不存在呢 直到1996年 一块来自我国的化石打破了这个僵局 1996年8月12日 在北京中国地质博物馆当中 馆长祭强正在仔细地端详着一块化石 这块化石保存得相当完整 化石中的动物大约高一米 嘴里长有粗壮锋利的牙齿 前肢较细较短 后肢长而粗壮 有一根长长的尾巴 尾巴是由五十多节尾锥组成的 非常符合恐龙的特征 应该是一具小型恐龙的骨骼 随后祭强又拿起了放大镜 仔细地观察着细部 反反复复地打量 清楚地看到 这个生物从头脖子 然后到身体和尾部 都包裹着一层黑乎乎的东西 仔细看呢 才发现这是一种不到一厘米长 纤维状的结构 这是什么 难道是恐龙身上长有的毛发吗 恐龙身上从未听说过 能够生长出来 类似于毛发的组织 就在这时 一个大胆的想法 出现在了祭强的头脑当中 这个皮肤衍生物 会不会是原始的羽毛呢 这个想法过于离经叛道 祭强自己都不敢相信 因为如果我们将这种结构 认定为羽毛的话 那么这就是一只长有羽毛的恐龙了 这种消息 以前可从来没有听说过 十足鸟长满了牙齿的嘴巴 长满羽毛的翅膀 以及长长的尾巴 让更多人开始相信 鸟类的祖先很可能是爬行动物 十足鸟就展现了爬行动物 向鸟类的过渡 那么鸟类的祖先 到底是哪种爬行动物呢 1868年 英国生物学家贺旭黎提出 鸟类的祖先可能是恐龙 引发了诸多质疑 此后 南非古生物学家布鲁姆 丹麦古生物学家海尔曼先后提出 鸟类的祖先可能是草齿类动物 也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 1972年 英国比较解剖学家沃克又提出 鸟类的祖先可能是恶类 三种学说的支持者们 都在努力寻找支持自己学说的证据 直到1996年 我国辽西地区又有了新的发现 这块奇特的化石 来自我国辽宁省西部地区 这一地区在古生物界 可谓赫赫有名 1920年 美国地质学家格利普教授 应邀来我国工作 他在如今的辽宁省西部 陵园市工作时 发现了一套富含化石的地层 由于当时的陵园隶属于热河 因此格利普教授 便将这片地层命名为热河系 后来 热河系中发掘的远古动植物 越来越多 1962年 我国古生物学家顾知威院士 又将这片地层中包含的动物和植物 命名为热河生物群 约1.25亿年前的辽西大地 琥珀密布 植被丰富 环境和动植物都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温暖如春的气候逐渐四季分明 由高大的蕨类植物组成的森林中 一些早期被子植物也开始出现 并日渐繁茂 丛林中 开始出现一些鸟类 不同于十足鸟仍然长有爬行动物头骨和牙齿 它们已经演化出了和现代鸟类非常相似的角质慧 它们就是孔子鸟 是目前最早的拥有角质慧的鸟类 也是原始鸟类像现代鸟类的过渡类型 那么有没有可能生活在这片丛林中的恐龙 也会呈现出某种过渡特征呢 季强将这块化石研究了好几个月 他逐渐相信了 这只恐龙身上的纤维状的组织 应该就是一种较为原始的羽毛 这只恐龙就是一种带有羽毛的恐龙 季强将它命名为中华龙鸟 中华代表着它产自中国 龙鸟形容它介于恐龙和鸟类之间的独特形态 1996年 季强在中国地质杂志上公布了它的新发现 在他看来 从羽毛的形态特征判断 中华龙鸟的羽毛比石足鸟更原始 石足鸟已经长有了较长的体语 或许可以用来滑翔 而中华龙鸟的原始羽毛尚未分化 不能够飞行 同时 中华龙鸟也为130多年前 赫须黎提出的鸟类恐龙起源说 提供了直接并且很具有说服力的证据 当时有一些学者认为 中华龙鸟身上的组织和羽毛的差异太大 并不是羽毛的早期形态 它们只是一种皮肤衍生物 类似爬行动物背部的角质钢毛 同时还有一些古生物学家们认为 白恶纪时期 恐龙在陆地的生存条件还不错 没有足够的动力演化出羽毛 飞向天空 中华龙鸟身体小巧灵活 开上去有着很强的在地面奔跑的能力 它的生存似乎并不依赖飞翔 在进化论的思想中 动物从低级到高级不断演化 会不会羽毛也有一个演化的过程呢 或许从中华龙鸟这一身短短的原始羽毛 到真正可以飞行的羽毛 它们都因为不同的生存环境 在自然选择中被保留下来 那么原始羽毛是起到什么作用的呢 为了验证自己的这一大胆猜想 季强开始了更为努力的化石发掘工作 1998年春 在辽宁省西部的白石水库附近 一群研究人员正在岩石当中寻找着化石 此地周边的地层大多是产恐龙的地层 他们来到这里 就是希望能够找到更多带有羽毛的化石 为恐龙像鸟类的演化找到新的证据 带队的就是季强馆长 此前他们已经在这里寻找了近一年的时间 但期待中的带有羽毛的恐龙迟迟没有发现 某一日 季强找到了一块表面覆盖有大量杂质的化石 季强迅速带着它回到实验室进行清理 它小心翼翼地进行着清理工作 随着泥土和碎石被一点点的剥落 一只奇特的古生物逐渐展现在眼前 它高大约一米 头很短小 牙齿很少 只是在嘴巴的前部有少数几颗 而进一步地观察之后 季强突然有些激动 在这一只恐龙的胃部好像有一些小石子 那它们是什么呢 这个动物胃部的小石子到底是什么呢 季强认为应该是现代鸟类的喂食 现代的很多鸟类 比如鸽子 植物 小虫都吃 是杂食动物 通常会吃几颗小石子来帮助消化 这个动物拥有喂食 也就是说 它具备了现代鸟类的部分生活习性 随后 季强又有了更让人激动的发现 眼前的动物已经长出了对称的 但是又不长的羽毛 这些羽毛具有明显的羽轴 应该是飞行羽毛的雏形 虽然它可能还不会飞 但可以确定 它们已经在向着飞行进化了 而它的尾部也有长长的正羽 可以像扇子一样大开 季强将这个动物命名为 围羽龙 1998年 美国国家地理和英国自然杂志 在同一天发表了封面文章 对维羽龙进行了报道 1999年 美国耶鲁大学召开了一次盛况空前的 鸟类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 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500多位古生物学家 作为特邀嘉宾 季强出席了此次大会 他的研究 这一次能不能够得到国际古生物学界的认可呢 经过仔细讨论 500多位学者以压倒性的多数认为 来自中国辽西的化石 有力地支持了鸟类恐龙起源说 鸟类的祖先就是恐龙 已经得到了学界的认可 同时 从1996年中华龙鸟被发现 到2000年新千年的到来 短短短几年当中 辽西大地上发现了中华龙鸟 唯羽龙 意外北漂龙等多种带有羽毛的恐龙 辽西就好像是一个睡龙之地 在千禧年到来之际终于醒了 有学者称 如果说19世纪的鸟类起源研究 属于索伦霍分 那么20世纪的鸟类起源研究 则属于中国辽西 还有的外国学者开玩笑地说 在2000年开始研究鸟类起源 你得首先要考虑一个问题 那就是你会不会讲中文 那么约1.25亿年前 辽西地区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会有如此多 长有羽毛的恐龙呢 当地球进入白厄纪时期 它的温度开始逐渐降低 作为冷血的爬行动物 恐龙对这种气温的剧烈变化 非常不适应 一些植食性恐龙的食物 有些匮乏了 有些恐龙在缩小自己的体型 有些则逐渐被淘汰 这是其中的一只 小型瘦角类恐龙 原本裸露的皮肤上 竟然逐渐发育出了原始的羽毛 成为了能够保持体温的动物 从而躲过了漫长寒冷的冰气 而在此后数十万年里 这些小型恐龙的羽毛功能 又产生了进一步的演化 不仅能够保暖 还可能为了吸引异性 争夺交配权 为了恐吓天敌 羽毛变得越来越绚烂多彩 但是 这时的羽毛主要的功能 还是保暖或炫耀 真正能让恐龙飞向蓝天的 关键身体构造 科学家们还没有见到 从恐龙到鸟类的演化中 依然有一个重要问题没有解决 那就是 恐龙到底是如何演化出飞行能力的呢 1998年的六七月份 我国的古生物学家 徐兴院士 带领着自己的研究团队 来到了辽宁四河屯地区 进行恐龙化石的发掘 徐兴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寻找 带有羽毛的恐龙的化石 虽然接连下了几场大雨 但是并没有太影响工程的进度 等到雨过天晴之后 很多岩层已经采集完毕 只有一个角落里的一小片岩层 尚未剥离 这也是此次考察过程当中的最后任务 大家不由地加快了进度 很快 有人就在岩石的断面上发现了一个断茬 大家急忙一拥而上 来帮助它清理附近的岩层 这个时候一个动物的印痕出现了 它有一排镰刀状的牙齿 在它的身上却还带有一层黑色的羽毛印痕 这会是一种新的带有羽毛的恐龙吗 1996年 我国古生物学家季强发现 来自辽西的中华龙鸟身上 已经覆盖有原始羽毛 1998年 季强又在辽西地区发现了围羽龙 它不仅身上覆盖有原始羽毛 前臂尾部也长出了接近鸟类的羽毛 是对鸟类起源于恐龙假说的有力证明 可是这些羽毛或是用于保暖 或是用于炫耀 还无法实现飞行 也就是说 这些恐龙可能还不会飞 那么新问题出现了 恐龙到底是如何演化出飞行能力的呢 1998年夏天 我国古生物学家徐兴 又在辽西地区发现了一种带有羽毛的恐龙 它是否能向我们揭开恐龙飞翔的秘密呢 这块新发现的化石 被带回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经过漫长的化石清理工作 徐兴和同事们终于看到了化石的全貌 这种动物 爪子尖锐且弯曲 牙齿侧扁 呈弯刀状 很符合食肉恐龙的特征 而它的尾部 还有很多像铁丝一样的结构 这些则是小型食肉恐龙驰龙的典型特征 但是驰龙类恐龙以其修长的腿部和快速奔跑的能力而著称 它还需要飞行吗 这是徐兴看到 考察时同事们所看到的黑色纤维状物质 遍布这只恐龙全身 也就是说 它的确是一只带有羽毛的恐龙 而更为惊喜的是 这种恐龙的肩胛污秽骨和早期鸟类非常相似 可以说 这只恐龙的前肢 已经可以像翅膀一样拍打了 这竟然是一只可以拍打翅膀的恐龙 科学家们对恐龙飞行能力演化的研究 似乎又更近了一步 当时正值千禧年到来之际 于是徐兴决定 将这只恐龙命名为千禧中国鸟龙 国内外科学家对于千禧中国鸟龙的研究 一直延续至今 他们还有哪些有趣的发现呢 2010年人们还发现 千禧中国鸟龙的牙齿上 有一道凹槽结构 这凹槽很可能就是毒牙的结构 用来把毒液注入到猎物体内 而且千禧中国鸟龙的上河谷里还带有一个带状空间 毒蛇等生物也有类似的结构 很可能就是容纳毒线的位置 也就是说除了会滑翔能奔跑之外 中国鸟龙可能还会注射毒液 在辽西丛林里 长有羽毛的恐龙为了生存 可谓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一只恐龙在树干上灵活地攀爬 追踪着它的猎物 它爪子尖利而弯曲 可以帮助它很好地抓住树干 它行动灵活 一身的羽毛对攀爬没有影响 这时它的猎物飞走了 这只恐龙紧随其后 张开翅膀和双腿滑翔了过去 身姿轻盈 线条流畅 这种恐龙竟然已经学会了滑翔 它是谁呢 它就是大名鼎鼎的小盗龙 小盗龙不止前肢上长有飞鱼 它的后腿上也长有飞鱼 也就是说它拥有四个翅膀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 它后肢上的羽毛非常地长 对于它的奔跑 必然会产生一定的阻碍 我们发现小盗龙的爪子 非常地弯曲 与现生的竖起鸟类相似 小盗龙的前肢也很长 因此我们推测 它平时是在树上攀爬的一种动物 目前 科学家们已经通过 空气动力学的研究显示 小盗龙的四个翅膀 具有高效的滑翔能力 它可以利用四个翅膀 从一棵树滑翔到比较远的另一棵树 来寻找食物或者躲避敌害 中华龙鸟长出了原始羽毛 围羽龙的羽毛 开始向真正的羽毛进化 迁徙中国鸟龙拥有了可以飞翔的羽毛 小盗龙不仅羽毛生长得更接近鸟类 还生活在树上 开始用四个翅膀滑翔 在大约1.25亿年前 它们生活在这片大地之上 并且努力地去适应着环境的改变 它们当中的小盗龙 为了躲避敌害或者寻找食物 而逐渐转移到了树上生存 慢慢具备了滑翔能力 这些恐龙最终可能学会了主动飞行 不过关于鸟类的飞行起源 还有另外一种看法 那就是它是由一种 生活在地面上的带羽毛的恐龙 在追逐猎物的过程当中 逐渐学会了飞翔 但无论是哪种假说 根据化石证明 大约在1.25亿年前 恐龙已经生长出了羽毛 开始从滑翔向飞行演化 而这一时期的辽西 恐龙像鸟 鸟像恐龙 它们之间的分界线 已经不是那么清晰了 在恐龙和鸟并不清晰的 分界线左右 已经有着越来越多的 长有羽毛的恐龙 这时有些专家开始重新思考 十足鸟的分类问题 十足鸟同样既像鸟又像恐龙 那它会不会并不是鸟 也是一只长有羽毛的恐龙呢 其实这个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 由于恐龙现鸟类演化过程 不是一蹴而就的 必然中间有很多的过渡阶段 而十足鸟呢 就是这么一种既长着恐龙特征 又长着鸟类特征的动物 对它的分类产生争议是很正常的 为了解决这个争议 科学家用超过一千个骨骼特征 以及羽毛特征 最终确认十足鸟 还是目前一只最原始的鸟类 所有的鸟类都是恐龙的后代 什么是鸟 什么是恐龙 这种分类的方式 是由人类发明的 但自然界有时 并不会那么整齐地 适合我们的分类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化石证据和时间 来对它们进行区分 而对于有羽毛恐龙的发掘和研究 也还在继续 2009年 在我国辽宁省建昌县玲珑塔地区 约1.6亿年的地层中 我国科学家又发现了一只 长有羽毛的恐龙 它的羽毛粗大 且结构复杂 并且明显可以看出 它有四个羽翼 前后只和尾部上 都分布有飞语 头部还有羽冠 似乎已经是一只鸟的样子 为了纪念贺旭黎提出的 鸟类起源于恐龙的假说 虚星被它命名为 贺氏浸鸟龙 贺氏浸鸟龙生活的年代 比十足鸟生活的1.5亿年 还要早约1000万年 因此 它也就成为了目前已知的 世界上最早的长有羽毛的恐龙 而贺氏浸鸟龙 带给专家们的惊喜 还不止这些 为了进一步研究 贺氏浸鸟龙的羽毛结构 国家自然博物馆的科学家 把它的羽毛 放在了扫描电竞下 高倍放大进行观察 结果呢 他们在扫描电竞下 就发现了羽毛中 存在一种结构 叫做黑素体 这是现代鸟类羽毛 成色的关键因素 现代鸟类中的 不同形状的黑素体 能够指示不同的颜色 于是科学家们把 浸鸟龙的羽毛黑素体 与现代鸟类不同颜色的羽毛 进行对比 最终恢复出了 赫氏浸鸟龙的羽毛颜色 赫氏浸鸟龙前后支的羽毛 都是黑白相间的 尾部的羽毛偏黑 还带有绚丽的光泽 头顶上则是一种 大红色的羽观 非常的美丽 至此 我们也终于看到了 恐龙真实的颜色 赫氏浸鸟龙黑素体的研究 也为古生物学家 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其他长有羽毛的恐龙样子 也开始被破解 由于古生物的肉体 早就腐烂了 我们根本无从判断 它们生前是什么颜色 我们判断恐龙什么颜色 只能根据恐龙 生活在什么样的生态环境中 来推测 比如小盗龙 我们之前推测 由于它生活在树上 体型比较小 可能为了防止 被其他动物捕杀 它就只能长出 比较保守的一种保护色 比如绿色或者棕色 但是根据现在的研究 我们发现小盗龙从头到尾 是像乌鸦一样的黑色 而且羽毛上有彩红色的光泽 可以说是一种五彩斑斓的黑 我们还发现 中华龙鸟的颜色 是红棕色的 而它的尾巴 则像今天的小熊猫一样 是环带状 一截棕色 一截白色 又一截棕色 一截白色 原来 一亿多年前 神州大地上 这些长出了羽毛的恐龙 竟然是如此色彩斑斓 徐兴院士曾经写过一篇科普文 名叫《飞向蓝天的恐龙》 被收录在了小学四年级的语文课本当中 如今的孩子们都知道 现在的鸟类就是恐龙的后代 课文当中说 一些烈食性恐龙的身体逐渐变小 越来越像鸟类 骨骼中空 身体轻盈 脑炉膨大 行动敏捷 前肢越来越长 能像鸟翼一样拍打 体表长出了美丽的羽毛 不再披着鳞片或者鳞甲 经过了漫长的演化 原本不会飞的恐龙 最终变成了鸟类 它们飞向了蓝天 从此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生活天地 一百多年前 十足鸟化石的发现 让人们看到了一类独特动物的存在 它们既像鸟类 又像爬行动物 被古生物学家认为 是两个物种间的过渡 此后 来自我国辽西的发现 又一次次证明 灵巧的鸟类的祖先 竟然是曾经拥有庞大身躯的恐龙 而神州大地上 也发现了越来越多会飞的恐龙 它们至今仍在刷新着人们 对于物种演化的认识 于是恐龙灭绝的故事 似乎也有了一个新的结尾 恐龙并没有完全灭绝 它们中的一只 勇敢地飞向了天空 并且在约六千六百万年前的 大灭绝中存活了下来 变成了如今的鸟类 至今仍然翱翔在天空之上 恐龙到鸟类的演化 漫长而神奇 大自然是否还会为我们 提供新的惊喜 还需要我们继续探索和等待 神秘失踪的飞机 凭空消失的钢铁战舰 发生在魔鬼三角的离奇事件 为这里蒙上了神秘面杀 究竟该怎样破解这个谜团 科学家找到了怎样的证据 解码科技史系列节目 《科学迷案》 揭秘百目大 下期付出